一星期一本书,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各位好,这里是一星期一本书,我是薇薇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敬畏 一起来听 人活着,需要一点敬畏 何为敬畏呢? 敬畏并非是由畏而敬 敬畏乃指由敬而生的尊重 不是为别的,为己知冒犯,知念也 也就是说,敬畏不是恐惧 而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行为准则 人这一生该有所敬畏 敬天,敬地,敬自己 毕竟当你心存敬畏时,方能行有所致 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 这个天就是因果 因果源于佛教 因果规律是佛教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 也是世界运行的基本规律 在佛家中,凡事皆有因果 自酿的恶果终将自食 这件事是任何人都无法幸免于难的 但是在现实社会当中 很多人不信因果 甚至至道德和法律于不顾 被内心的贪嗔痴所束缚 随心所欲,肆意妄为 也许他们当下并不会受到惩罚 也可能利用这些欲望获得了一些利益 可是别忘了,世事因果难逃 任何违背法律道德的东西 你当初如何得到 最终也会如何失去 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 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一定会在日后甚至来世得到报应 这就是很多作恶多端的人 到了晚年 甚至子孙后代都灾祸不断的原因 所以人心需要敬畏 敬畏天,敬畏因果,敬畏规则 你做得足够好 上天自然不会辜负你 自古以来人们便信奉 征服是不可阻挡的脚步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其乐无穷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拒绝谦卑 坚信人类才是世界的主宰 相信人定胜天 但一次次的灾难告诉我们 人类应当平等地对待其他生物 尊重自然的发展规律 敬畏自然,敬畏生命 我们的祖先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人和动物相安无事 各自在各自的领域当中 安居乐业 这样不是很好吗 人一旦没有敬畏之心 往往就会变得肆无忌惮 为所欲为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想喝什么就喝什么 甚至无法无天 最终吞下泽酿的苦果 《流浪地球》里有这样的一句话 提出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 这不过是一场山火 一次旱灾 一个物种的灭绝 一座城市的消失 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董青也说 枪响之后 没有赢家 这个世界看似让人类占尽了优势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为所欲为 因为伤害和被伤害 有时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伤害自然就是在毁灭自己 所以无论何时都别忘敬畏 当你违背了自然规律 大自然就会狠狠地惩罚你 众瓜得瓜 众斗得斗 要收获就一定要有付出 这世界是平衡的 等家交换 是我们与世界交换的不变法则 何炯曾经在新闻当事人当中 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决定自己生活的样子 要得到 你必须要付出 要付出 你还要学会坚持 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难 那你就放弃 但你放弃了 就不要抱怨 人生就是这样的 世界真的是平衡的 俗话常说 十年寒窗无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之 只有能够经历十年寒窗无人问的日子 才能收获一举成名天下之的辉煌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羡慕别人表面上一帆风顺的人生 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背后经历了怎样的奋斗和拼搏 赵薇也曾经说过 不要看我们这些明星现在功成名就活得光鲜亮丽 但我们也是从坐绿皮火车一步步走过来的 他强由他强 清风扶山港 他恨由他恨 明月照大江 做好自己就好 你怎样 你的世界就怎样 说到底 你会经历什么事 过上什么生活 都是自己主宰的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心存敬畏 就不会为所欲为 懂得凡事适可而止 懂得如何舍取 自然做什么都会顺风顺水 福气也会越积越多 而心中没有敬畏的人 肆无顾忌地夺取利益 不在乎地亵渎生命 最终都是要得到天意惩罚的 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心存敬畏 唯有如此 才能确保我们眼下无忧 且未来无憾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和更多的朋友分享 我是薇薇 今天就是这样咯 再见 感谢您的收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